大家好,我是戈壁小王 一个男生怀着当模特的梦想 进入了模特队后 没想到里面全是女生 这是命运安排的福利呢? 还是追梦的蓝楼虎呢?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电影 《我的吸血鬼学姐》 火产搞吸血鬼题材 可是某班评分高达2.8分 为什么这么高呢? 我们一起看看吧 故事开始 有个模特队去国外参加比赛 可是飞机发生了事故 除了女生小美,无一幸免 画面一转,男主小帅 长得像缩了水的林俊杰 考读了学校的模特队 他的好机友小丁送他去学校 小丁给了给气的 连小帅喝过的饮料都要喝 这不是间接接吻吗? 小丁还问,这不会是你的初吻吧? 说到小帅娇羞了起来 这可能会引起你的不适 不过想想,这是国产电影吧 大家一定不要嘲笑 要高喊理解万岁 小帅和机友告别 上了校车 校车不是人,而是一个真的车 车上全都是妹子 这些妹子感觉有一万年 没见过男人了 把车给我锁死 这让小帅招架不住啊 你们不要过来哈 我顶不住的 转眼小帅下了车 已经衣冠不整了 这果然是个小黄车 小帅慌张的进了学校 不小心闯入了女更衣室 那画面太美 小帅不敢看 学姐给了小帅一个壁冬 我们是不会介意你这个帅哥的啦 把矜持的美扔到了800里外 小帅捂住了眼睛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一坐坐山峰 手一打开 哇塞 眼前是个又清纯又矮的美女 也就是女主小美同学 一进阴风吹向了小帅的狗头 这小美个子虽然矮 可是是个大地长 来头不小 小美温馨的提示小帅 欢迎来到我们女儿国 要注意身体哦 保护好腰哦 小帅环顾了一圈 干劲十足 就这样小帅认识了小美 小美还光明正大地撩她 我想问你 愿不愿意和我做 操 啥做操 原来是做拉伸训练啊 小美走开后 小帅身边的美女都来了 我也要我也要 于是小帅帮他们拉拉腿 事后小帅扶着墙 走出了教室 印尽了那句话 少年墙则国墙 少女墙则少年服墙 一天晚上 有个妹子忘记拿手机 于是回到更衣室的时候 卧槽吓我一跳 妹子命丧吸血鬼 第二天 这个命案就传遍了学校 但是就是没有人报警 学校仅剩的几名男生 围在一起 激烈的讨论这件事情 认为这是个大色狼犯的罪 大家发誓 一定要保护好学校的女生 特别是摩托队的美女们 说干就干 好一堆人在海边玩了起来 整个摩托队都约了过来 这还真是个福利局啊 海边的帅哥美女们好happy 只有小帅和小美 在边边上聊天 小美请求小帅办一件事 就是把他的好机友 小丁也拉到队里来 小帅也不如原因 傻乎乎的答应了 小帅找到小丁 就这样 小丁答应了 可是排练的时候没有来 小帅生气急了 找小丁算账 小丁一个意志禅 把小帅推倒 掉入了水中 小帅醒来时 全身磕起的躺在了沙滩椅上 不是谁 我在那 昨晚发生了什么 菊花不饱了吗 小丁逗她玩 给了四个字 少而不宜 小帅一脸娇羞 那答应我的事呢 小丁一脸满足 我答应你的事 永远不会变 国产剧的剧情嘛 高喊理解外岁 小帅把小丁 进队的好消息 告诉了小美 小美非常的高兴 还和小帅解锁了下一个剧情 去年模特队那次的飞机事故 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她背负了学长 想要夺冠的遗愿 完成这个梦想的重担 就自然落在了学长的弟弟 也就是小丁身上 所以她才想让小丁进队 小丁入队的时候 队员们都很积极 上下起手 根本就停不下来 最后还是小美给喊停的 男生在外面 就是要好好保护好自己呀 模特队的训练开始了 大家满怀期待 眼前这个帅气的小丁 应该会很厉害吧 小丁终于上场了 直接揽了个顺拐 看的是大家一愣一愣的 但难道是最新的流行走法吗 小美很不高兴 上前批评小丁 你这个节奏不对呀 来我房间吧 我手把手教你什么是节奏 于是小丁狂喜 屁叮叮叮跟了过去 小帅听得可不高兴了 气头还没下去 就被几个女生叫到了更衣室 干了起来 帮忙拉衣服的拉链 一天晚上 学校的一名男生在图书馆读书 那个虚血鬼又来了 我操吓我一跳 这十几元的道具 还是满管用的嘛 虚血鬼正准备下手的时候 被小帅和同学发现 虚血鬼立马用三毛的特效消失了 同时小美用两毛的特效闪现 倒在了地上 三毛加两毛五毛 小帅他们赶紧把这俩人送到了医院 小帅的同学根据受害者的伤口推测 这次搞不好和上回是同一个凶手 而且很有可能是虚血鬼 气氛憋得悬疑起来 小帅赶紧回去用Google来摆录一下 越查越是心慌 犯罪现场的钻戒是小美的 还是个直前货 虚血钻戒 小帅然后去工艺室跑了跑 跑出来了小美那个十几块钱的面具 恐怖的是 小美默默的跟了过来 虚血鬼的事是瞒不住了 最喜欢的女生原来是虚血鬼 小帅感觉身体被掏空 比上回在小房车还要空 小美那边不停的找借口 说不吸血呀就难受 像戒烟一样戒不掉啊 小帅那边就搞笑了 拿刀划破了手臂 我不想你再继续伤害别人了 你想吸血就吸我的吧 小美流下了感动的口水 冲了上去 冲着小帅的脖子咬了下去 小帅划的是手臂 你却咬脖子 感情的手臂是白滑了 小美含着泪吸呀吸 一直吸一直爽 小帅被自己的圣母行为感动了 一边流泪一边叨叨 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了 我不想失去你 你想吸血就吸我的吧 小美感动的哭啊哭 嗯真好喝 原来这是一般乞丐般的目光之城啊 这时突然小丁闪现 用两毛的特效一卓踢飞了小美 原来小丁也是个吸血鬼 法力还更高强 而且小丁和小美原先是有约定的 就是绝对不允许伤害小帅 既有的爱是真爱 小美倒在了地上 扭啊扭痛苦不堪 小丁准备再来一句 完结他 突然小帅一个滑铲 撒啦啦挡住了他 是我自愿让他吸的 你不要怪他 小丁上前至为小美 你就不能接了吸血吗 不要再伤害人了 小美说 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又不是你 你等几高 吸下鸡血吃点鸭肠就完事了 可是我不行啊 我会饿死的 而且不吸血 我也会马上变老的 到时候不漂亮了 你屈我啊 小丁反问小美 这就是你伤害别人的理由吗 小美看这个锅不行 甩了一个更大的锅 我还不是为了你哥啊 你哥在飞机上失试了 他是为了救我才死的 我现在这么拼命的组队比赛 为了啥 还不是为了完成你哥的遗愿啊 说完查言查语 小丁已经彻底的感动了 小帅过来继续倒闭 你看我这手 真的是我自己滑的 你就犯过小美吗 小美最后一个恩定 小丁你放心 完成遗愿后 我自然会走的 这小美和小帅一唱一和 堵得小丁无话可说 画面一转 大家跟没啥事一样 就在海边玩了起来 李金尼沙滩聚餐大吃大喝 国产区为了漏而漏 高喊林姐外岁 你看这小帅的手臂 伤口也消失了 这点化妆成本一生了 三个人在日光御假 吃着大餐 虚伪鬼不是怕阳光的吗 真奇怪 高喊林姐外岁 三个人一起盘算着比赛的事 小美宣布 小丁不用参加比赛了 因为他的技术太烂了 另外模特队的队长 就交给小帅了 这小美是有点公报私仇的感觉 你赶我走 我就给你小鞋穿 比赛快要开始 小帅又上了小红车 上面还是一车的名 不过这次小帅是以队长的身份了 校车赶往了飞机 一行人上了飞机 小美和小丁坐在了一起 小美靠在了小丁的肩膀上 俩人居然亲密的狠 身边还安排了几个黑衣卧底 原来又要安排一场坠机了 这都是吸血鬼 为了吸血所做的局 这个反转还是蛮尴尬的 国产剧嘛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电影到底是讲什么 你是不是没有看懂 其实小王我也没有看懂 浪费了大家几分钟 希望大家不要生气 毕竟福利这么多嘛 看看也是好的嘛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吧